说到中国最有名的皇帝,秦始皇必定是很多人的第一想法,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中原的皇帝,公在当代,历在千秋,被称为始皇帝,然而历史上却有人真的被认为是真龙天子,其中依据竟是秦始皇也没有的,在封建王朝的古代,对于皇权向来有皇权天寿的说法,因此对于古代的皇帝,人们常常会称其为真命天子和真龙天子,而这其中有什么区别呢? 真命天子是指这个皇帝是由上天派下来管理国家的,而真龙天子是指皇帝本人便是龙的化身,是祥瑞威严的象征,比起真命天子而言似乎更加的名正言顺,在古代,常有皇帝会借一些自然意向,或者搞一些神秘的意向操作,来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皇位的名正言顺,或是展示自己皇家的威仪以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,而历史上有这样四位皇帝,在各种史书记载中, 他们从出生起便有异象,或面容有异,被人断言,有龙之威仪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 古人不仅受封建思想影响,更信奉着很多神话传说,刘邦作为西汉的开国皇帝,务农家庭出身,谁能想到刘邦最后是逆天改命之人呢? 刘邦眉眼开阔,长相立体,在古人看来非常舒服,更是一个有福有大作为之人,古人讲究门当户对,刘邦不一出身,早年要想娶妻子,肯定是要和他的出身差不多,可我们知道的,刘邦的妻子是吕后吕智,他的家中算是显赫人家,即使刘邦当上了亭长,也得在吕公面前,恭恭敬敬地祝贺乔迁之喜。 吕公是过来人,而古人又注重面相,吕公必然是当时看中了刘邦的不凡,才得以将女儿嫁给了,要不然,别说是古代了,放在现在,可能有的家庭都会阻挠一番,果然刘邦一招称帝,建立西汉后,更大操大半地改革起来,最主要的是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,重农是一方面,更在百姓重视的赋税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减轻,刘邦称帝,肯定首先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战乱, 刘邦不在少数,刘邦则下令帮助他们回家,还保证了他们有田种,这样吃饭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。 并且,刘邦为了鼓励众多老百姓种地,劳动生产,还专门制定了奖励计划。 奖励者自然就是产粮食多的了,如此自己的生活不仅满足了,可以说,他们的生活是在蒸蒸日上,在家土地上的赋税要比秦朝很少了很多。 百姓无疑脱离苦海,更对刘邦感恩戴德,由此对于刘邦恐怕就是解救他们的神。 而关于刘邦的神话传说就是,刘邦的母亲刘太婆在怀刘邦时,刘太婆的身上产生了异样。 相传有一天,刘太婆去大泽边休息,一不小心刘太婆就眯着了。 在睡梦中,刘太婆梦到了天神,而不久就开始了电闪雷鸣,刘太公自然不不放心了,赶往去寻找,刘太公所见足足是把他吓了一大跳,因为他看见刘太婆的身上竟然有一条蛟龙在盘旋,而不久后刘邦就出生了。 这对于古人来说,刘邦便带着祥瑞之兆,并且紧跟刘邦的面相,斩蛇之说,刘邦称帝似乎就有点命中注定了,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位,也就是李世民。 可以说李世民身边最不缺的就是为他效力的才子,能人,秦王时期。 李世民府中的门客就众多,李渊建立唐朝后,李世民先是成为李渊不可或缺,为之效力征战的功臣,并且经过李世民的征讨工作众多, 李世民可以说都出色地解决了,并且还建立了一定的威望,而这项远大的李世民看中的自然是李渊的皇位。 所以李世民府中的幕僚不是吃干饭的,其中宣武门之便发生,长孙无忌,御迟靖德。 房玄灵等可谓商议做出了这一重大决策,整个计划终密详细,李渊成一件便丧命。 而李渊吉也终是敌不过御迟靖德,李世民如果说没有他的这些幕僚相助,恐怕不会这么顺利, 前前后后为李世民效力的人不少不说,对他也是非常的重。 可见李世民的吸引力是天生的,更是他的性格,能力所致,而且李世民上位后的贞观之质也切实说明了众人的选择是正确的。 在他的治理下,唐朝出现了流传至今的盛世,商品经济发展之下,更是繁荣昌盛之景。 关于李世民的传说,是他在出生的时候屋外出现了异样,竟出现了两条龙在门口盘旋,据说李世民平安降生了,他们也没走,足足驻守了三天。 就像是在保护着李世民一样,再者在新旧堂书中就有记录,曾有一个会看向的书生说李渊有一个贵子,这时的李世民不乏才四岁。 而后来巧的是,这个书生又见到了李世民,不乏说他有龙凤之姿。 如此,这贵子显然就是李世民了,作为隋朝的开国皇帝,杨坚可以说也是命定之子,他的历史功绩可谓是呼之欲出,在历史的评价中,杨坚有雄才大略,更有帝王之才。 在后世的认可中,突厥,陈朝等都没有阻碍他统一天下,而从西晋末年开始格局分裂的混乱局面形成,并且足足持续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。 而杨坚得以完成统一,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开皇盛世,总之,在隋文帝杨坚的统一下,农业,工商业等都得以发展。 而我们后来常说起的科举,也便是在这一时期开创,所以杨坚步伐是一个好帝王,关于杨坚,有记载称他长得很怪异,头上好像有凸起的柱子,而下巴同样也非常突出,就像龙一样,再加上锐利的眼神等。 总是让人看了冷嗖嗖的,非常的有威严,而且别人的掌纹挫杂混乱,但杨坚呈现的确是一个王子,似乎有什么暗示一般,他出生时就更了不得了。 可是把众人吓了一大跳,因为杨坚长得怪意外,房中还仔气环绕,如此多少让人心惊胆战了,这最后一位算是我们的老熟人顺治皇帝弗林了。 弗林幼年即位,年少无知的他需要摄政王辅政,可是辅政容易,归政难,他最后得以亲政,可谓是与多儿滚斗之斗勇,亲政后,顺治帝可谓是是想着百姓和社会的安定,朝廷对于吐扣一般情况下应该打压才对,这样才能。 还百姓的安宁,但顺治帝却看到了他们为什么围扣,为什么围贼,这无非逃不过一个穷,如此,在顺治帝看来,他们同样也是他的臣民,必要的时候,同样也需要救助。 相传孝庄皇后在怀顺治帝的时候,身上也有异象,先是有红光出现,而后,他们就越看越像有条龙在孝庄皇后的身后,不仅如此,孝庄皇后快要生产时的梦也非常的神, 他梦到是一个神仙把孩子交到他手上来的,并还说,这个孩子会是天下之主,古代这样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,他们看中或是认可哪个皇帝时都会进行一番传言, 随之流传到后世的古代,很多人物都带有了神话色彩,要说他们是真是假,那大概率是假的,毕竟放在我们现在很难说通,但纵观这四位皇帝,总归是为各自朝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, 古代的皇帝总是坐在高高的院墙之中,百姓对皇帝的印象大多来自于生活赋税等相关的政令, 对于皇帝本人却没有多深刻细致的印象,朦胧的想象再加上皇帝本身或赚出的异象传言,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得到民意,获得百姓的支持,而这种支持对于皇帝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用的政治手段, 这四位有龙加深的皇帝从出生起便有一项传说流出,尤其汉高祖刘邦的传说更是数不胜数,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这些传说的真实性,但就这四位皇帝本身而言,他们在位期间皆有做出很大的功绩, 虽然这些人的功绩与秦始皇相比稍迅,但对上他们的龙之传说也算是名副其实了, 虽然这些故事的传说并非真实,但是他们在历史上为国为民做出巨大贡献, 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,他们都成功地当上了皇帝, 或许当时真的出现过那种奇异景象,除去以上说的这四位出生或者相貌有龙的历史记载, 民间关于封建皇帝都有各种龙相关的记载,尤其是开国皇帝的身上尤为凸显, 但是,不管是自己的后人修传的所谓的证实,还是民间的也使关于这些王侯将相有龙相的记载缺乏事实根据。 很大程度上是帝王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人为的强加, 因为自己是龙、上天的代表,对万民的统治是合情合理的, 为的是让天下万民以自己为尊,是将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崇拜,实体化到自身,实现待天寻寿的统治。